台大學生擠滿台積電攤位 抓緊機會要跟大學長請教請教 旁邊還有好多人掃描QR Code 記履歷 半導體產業復蘇 大家都想進這行 台積電2024年 預計在台灣招募6000人 科系需求就鎖定在電機電信 財快法律等 以碩士畢業的新進工程師為例 平均薪資上漢200萬 隨著我們全球布局不斷的拓展 語言幾乎也會變成是未來工作 一個必備的一個工作技能 所以我們也會鼓勵同學 能夠在語言這方面能夠精進 確實會有一些加分 半導體前景看好 設備廠也受惠 埃斯莫爾今年度要找超過400人 主要的職缺有工程師 智慧製造 商館 財務行銷等 保障14個月薪資 外加獎金平均有6個月 工程師剛畢業 年薪可以到160萬 而聯電今年度要招募600位 以工程師為主 另外也像非理工科系 像是商館行銷專業招招手 台灣半導體本來就很強 所以他開一直缺對機會 本來就很多 所以應該說 幾乎什麼科系都有這個機會 我是物理系 剛剛看了台達電跟台智 還不錯 除了看好前景 不少人也是看準高薪資 人類銀行分析大學畢業生 第一份的正值起薪 都是理工科最高 工程領域的半導體設備工程師 月薪中位數是4.5萬元 而金飯碗也很香 根據統計 查帳跟審計人員有3.8萬元 南山人壽說 儲備幹部年薪破百萬 今年預計要找備勤人員500人 還有業務員5000人 而玉山金的新進員工 大學畢業有4萬4 碩士畢業4萬9 今年度預計再擴編600人 迎接畢業季要搶人才 各大業者都提早布局 體育的新聞邀請你解台北創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